大家好,我是博仔 今天我要说的是宋一鸣和陈维林 因一起发光的争议出来开记者会道歉 但却因为没有跟从头到尾的受害人小甜甜道歉 而激怒了小甜甜 所以小甜甜在FB发文把事情的经过 例如控诉被他老公宋先生那个 之后宋一鸣跟吴栋燕夫妇怎么PUA他 还有最近媒体的流言蜚语1510的交代清楚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 首先宋一鸣夫妇在1月4号已读声明稿 和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 开了个澄清记者会 宋一鸣首先为最近引起的风波 向受伤的家人们道歉 然后声明书的第一页都是在讲他的心情跟他的事 例如当天是他跟陈维林结婚的20周年纪念日 原本要去饭店庆祝 但却要他跟自己一起面对伤害 觉得很对不起他 然后说自己虽然不完美 但已经拼尽全力出钱出力 不止自己全身心投入 连家庭都全部献上了 这段时间没出来回应是因为不想被不实的谎言所激怒 必须在信仰中原谅静默 为撒谎的人祈祷 而现在出来说明是因为祷告完了 开完场 宋一鸣针对最近的教会风波进行了反驳 第一对于利用教会敛财 宋一鸣表示在一起发光的这12年来都是不知心的没有拿过一毛钱 有关一起发光的财务金流有请专业的会计人员来处理 赵木鸣戏表有张贴在会堂里若教友对奉献金的金流去向或用途有疑问都可以去查询 宋一鸣强调 扩堂是因为教会的人数太多了 现在他无偿提供的祖堂不够空间使用了 所以跟其他小组长们讨论祈祷后决定要租一个新堂 然后在网上找到现在的新堂 对于被指控提供分期付款筹集扩堂基金 宋一鸣强调绝对没有强迫教友来做分期奉献 提供分期奉献是为了配合想要参加建殿蒙福计划的教友 至于11奉献 宋一鸣表示 那是圣经千年来的教导 而不是他创出的洗脑说法 奉献带会有名字是因为要开奉献收据 好让教友能够结底年度税金 第二对于太鲁格假见证事件 宋一鸣澄清说 因为订不到火车票的关系 所以改搭游览车 只有要求在场的教友做祷告 并没有要求教友做假见证 第三对于创始人们疑惑 为什么一起发光会从协会变成教会 宋一鸣表示他们可能因为离开已久 所以不知道一起发光的演变转型 他是经过五年的神学院课程 才被众牧长安利他成为牧师 他也全身心的投入 不只在爱在四月天传福音 还有过百长的步道 在多媒体利用艺人的影响力传教 他要说的是 他的意向与坚持 这15年都从未改变 第四 宋一鸣强调他们的信仰 十分注重家庭 也尽力的帮助教友们的夫妻关系和谐 但他们并不完美 能力也有限 但是他们已经尽力了 还有他们并不认同那个 并希望夫妻们在关系的冲突中 不断的给对方机会多加沟通 这场记者会的重点 应该是陈维玲的表情吧 他在宋一鸣讲话时 时而皱眉 还闭上眼睛 试着挤出眼泪却失败 而被网友酸演技生硬 没想到一起发光的粉砖小编 居然为这则留言按了赞 记者会开完后 之前爆料包最多的王瑞玲表示 一起甩锅给神娜 很反驳宋一鸣说 这很久没看到知出名戏贴在冰箱上了 现堂的钱呢 牧者夫妻没知心 并不代表都不用家人们奉献的钱吧 都可以报公账啊 在宋一鸣的声明里 狮子未提到受害人小甜甜 有没有好好的跟小甜甜道歉 惹得小甜甜不忍了 在FB发文揭发 自己被那个玩后还被 帮着宋先生的一起发光 PUA的全过程 小甜甜首先表示 看完宋一鸣夫妻开的记者会后 很难过很失望更不解 其他谎言不实 不愿说明避重就轻 我也统统都不再在意了 但一开始 就是宁门 拿着我家务事来做新闻 说我私生活有几大问题跟状况 很奇妙的 昨天记者会 我却完全彻底被宁门从口中消失了 就像宁门开始 从没有发过那份声明稿批判过我 关于我这个人 宁门啥都没说过 提过讲过一样 小甜甜痛批宋一鸣夫妇 不要动不动就乱拉上帝背书 或是断章取义神的话语 上帝才不要宁门欺负弱小 然后小甜甜自接伤疤的 说明自己被那个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22年9月18号的晚上6点35分左右 当时米苔木在睡觉 因为小甜甜要看着女儿 所以请宋先生把米苔木的衣服拿去洗衣机洗 可是当时正躺在床上滑手机打电动的宋先生一直觉得 帮小孩子洗个衣服有这么重要吗 于是小甜甜多提醒了宋先生去洗衣服三四次 没想到宋先生突然极不耐烦的对小甜甜那个了 之后小甜甜立马报警了 而宋先生也同时打了给教会的人 不久之后 小甜甜就收到宋一鸣的简讯 内容大概如下 甜甜有话我们好好说 千万不要报警啊 你知道所有的警察都跟媒体有挂钩 你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传出去了 然后你的演艺事业就毁了之类的 相信我我们都爱你我们都是在救你千万不要报警 可是小甜甜依然执意报警 之后去了警局做笔录 而宋先生就跟一起四人组商量该怎么做 之后吴家夫妇去了警局阻止小甜甜去验 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做了笔录 没有证明也没用 吴家夫妇在小甜甜做完笔录后 直接把他载回家 然后要他跟宋先生与他们一起放诗歌祷告 一直要他学会饶恕 原谅不计较 白家琪告诉他其实祝福一直要进来你们家里的 但是你自己不愿意原谅饶恕放下 吴东彦告诉他你们整个家次序就是不对 我跟家琪从不分你的我的 赚的钱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一起的 这样才是对的 哪有分你赚的我赚的谁养谁 做完祷告后 吴家夫妇叮嘱小甜甜不要去验 事情就让他结束了好吗 小甜甜当下只能说好 可是等他们走了之后 小甜甜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去了验 然后把证据发给当晚处理的警员 所以那五人都觉得已经没事了 直到某一天宋先生收到法院寄来的信 他立马拍了发给吴东彦 然后小甜甜就开始被他们不断质问 也把他们思维弄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们说小甜甜说谎 说好当没事又去验 一起四人组还说 不听话的就是魔鬼撒旦 说我私生活有极大状况 跟所有教友都有嫌隙种种 小甜甜痛批 他们用尽各种方式 造成我跟其他教友有误会 宋先生甚至拿我的手机 截取我与朋友的玩笑对话 而造成误解对立 然后持续跟他留在教会的宋先生 一直妖魔化他老婆 让我们夫妻一直失和 甚至认为是要继续教导 导正我 小甜甜表示他会知道是因为有人跟他讲 小甜甜说他们总要教会里的教友都很听话 然后不断的洗脑他们不能说 不能私下联络 但其实里面还是有很多聪明人 与真正定睛在神的人 只是迫于无奈不直说啊 小甜甜说他们之前第一篇声明稿 几口中说的 我私生活有很大状况 他们用爱感化我 劝我 我完全不听的 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真相就是 因为我是被那个后又不听话 矜持又报警 所以我就是私生活有很大状况 劝不听 还有输送再生 他们说陪我无数个夜晚 其实就是三个夜晚而已 然后也都是用电话三方通话劝我 因为都有录音 他们两对夫妻都一直要我对宋先生撤告 一直愤怒的质问我说 怎么会有人要告自己的先生啊 小甜甜觉得陈维林有一个提问很令人傻眼 他问 你要告宋先生有问过米苔木吗 有经过他同意吗 纵使宋先生那个你了 你也应该尊重他才对 小甜甜反问 那怎么会有先生要那个自己的妻子啊 百家琪和陈维林一开始都一口同声的说 他小你那么多 他还年轻 为什么不能原谅呢 你不知道饶恕跟真理是真的不计较的吗 然后陈维林三次都重复的说着 才一次 才一次 到底有什么不能原谅 今天如果是三四四我就不反对你提告 而百家琪则叫小甜甜忍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心里面那个不能说的秘密 小甜甜痛批说 对教会感到失望 因为你们让我觉得这教会根本没有神 只有人对于被换脚一事 小甜甜反问 他因为有官司在身或形象不好而被换脚 但真相是受害者被踢出剧组 但加害者却在这档戏中被重用当常物 后来还参与演出 跟被你们一再的夸赞高举 小甜甜想问 在这个信仰里的宁门 这样是对的 是公平的吗 是合神的心意吗 我被那个了 还要默默接受你们的二次伤害吗 这就是你们口中 私生活有极大状况吗 关于被宋一鸣彪骂一事 小甜甜透露 宋一鸣确实有很凶的念了他一番 因为他认为新闻出来 都是他对记者的回应 占了版面 筹备十年的戏全被你毁了 今天你是遇到信主十年后的我 如果你遇到十年前的我 我绝对不会饶过你 大概骂了小甜甜三四十分钟之后 宋一鸣跟他说 没事了 骂你是爱你 我们都在学习 于是小甜甜继续道歉对不起 他拍拍他说 没事了 小甜甜表示 所以我不是因为记者会的回答被换脚的 我是被那个后 不听他们的话而被换脚的 小甜甜呛瞎表示 这是我这边对于这件事的所有真相 并句句属实 如果又谎言不实 也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如果对方想辩驳 也请拿出完整证据 明确时间不要有剪接过的 或是删改文章的版本 讯息录音都是哦 小甜甜也不满 陈维林跟白佳琪说 你们自己身为女性 也都有女儿 怎么可以这样放纵那个呢 不是更应该有同理心 更能将心比心 怎么可以要求别人容忍啊 小甜甜表示 在过程中 她打过很多次 113跟110 但就是无法请宋先生离开她家 虽然一直以来房子都是她买的 但因为他们是夫妻 她有全部离开 小甜甜只好找阿Ben 徐小可 林丽菲陪她去找宋先生的爸爸 说明原委 然后请她帮忙协调 最后宋先生被带回她家住 并归还小甜甜家的钥匙 小甜甜无奈的说 现在只有她留在一起发光 在她搬走前 无论她对小甜甜的眼神 语言都是很冷的 小甜甜无数次想沟通 但她的意思是 我就是挺一起发光 因为那里的人都说我很好 很棒 一直夸奖她 所以有问题的是你 在这当下我们无法沟通 也沟通不了 毕竟她一直认为 那个后 他们都站在她那边 为什么我要告她 那我就是他们口中的撒旦恶魔 小甜甜表示 不知道宋先生对教会 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狂热 甚至着迷 但那是她的选择 她只能尊重 只是一直以来 小甜甜也没有等到过一个道歉 无论文字或语言都没有 小甜甜有一天告诉宋先生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跟我道歉 但宋先生的回答竟然是 没有第二次 这是我对你最大的道歉 听完后 小甜甜心彻底凉透了 妻子与孩子 比不上一直捧她 夸她的教会 小甜甜痛批 你们真的真的不是教会 更能更能证明 你们所聚会的地方 并没有神 你们所做的一切 真的是为了神吗 还是为了利益 或是人的面子 权力控制 小甜甜强调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不代表全部 你们可以透过这个例子 去寻找适合你 同时真的属神的教会 我相信爱我的祖耶稣 永远不会欺负我们 不会无理要求我什么 只有走错路的人才会 最后小甜甜欢迎对方 提出证据来对质 在这影片结束前 我们一起为小甜甜祈祷吧 子啊 请你保佑甜甜 保佑她 保佑 那这边有事 拜拜